大家好,我是Milly 今天又想跟大家介紹另一支腹芳精油,就是Inmue Power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呢? Inmue Power的味道真的挺強的 我覺得是咖喱味,真的很像咖喱味 很像 大家要留意第一件事,就是Inmue Power是大頭蓋的油 即是你要按住才能打開 那為什麼要用大頭油呢? 就是裡面的油是比較強勁,比較難,比較刺激 第一件事就是避免小朋友很容易自己開到 可能倒在自己身上 所以就是大人附同的使用,以及需要稀釋 那Inmue Power裡面有什麼令到它有這麼強勁呢? 它裡面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精油 我覺得算是 有些很普遍的,我們經常看到的就是 就是丁香,魚香,小茴香,牛脂,Mountain,Savory,Cistus和Hipso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強勁的精油 例如Hipso,它本身也是大頭油 也是正正因為它裡面這些油的成分 令到它對於我們的免疫系統和抵抗力 很有幫助,可以幫助到我們在有需要的時候可以提升 我們平時經常都說不舒服 或者是保健的時候,我們都會用Ring Drop 但是Ring Drop是很好用的 不過因為你要類似,塗這麼多支 可能就不一定大家都會很有時間每天去做 我覺得Email Power是一個很快很容易很簡單的方法 一支精油就完成了,就可以只塗Email Power 我會選擇去做的 看看時間許好,有時候晚上我真的很想他們快點上床睡覺 快點乾乾脆脆,很快就完成 我都會跟他們塗Email Power 塗Email Power,前後都要加V6 小朋友的皮膚比較薄 我女兒都塗了,她都會說 我有點痘痘的,我可能會繼續塗完之後 我都要再跟她用V6去按背 我想要在這個精油裡面,我最想要強調的就是丁香 其實丁香在我們很多精油裡面都有 譬如Steve裡面都有 丁香有什麼強勁呢? 就是之前外國有一位醫師,她有做過一個神驗 這些碟上面,黃色的底,其實是營養膠 營養啫喱 其實她就可以被細菌生長 她就會畫一隻碟 首先是種菌,可能是一小量細菌的菌 然後在營養膠可能擺放一段時間,讓她自己生長 你會看到這個實驗做出來 就是一個有滴到一滴丁香在中間 和一個沒有滴過精油的控制器 你會看到其實在有滴到丁香精油的那隻碟上面 有一個圈,那個圈代表什麼? 就代表細菌不可以在那裡生長 就是這個精油有抗菌成份 所以其實有丁香成份的腹芳精油 其實大家都可以聯想到 它是有這個能力去減少細菌生長 所以我們回到最後推斷 就可以在營養膠狀態 利用這個去做到那個效果 其實它還有其他精油 它有做過,像青檸檬 就算是蘿蔔,也有抗菌作用 有興趣可以再上網再找 剛才這個錯過了 就是這支精油裡面 我們有其中一種成份 叫做山香多拉多拉酥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挺特別的東西 就是Yung Living 獨有的精油 Garry Young 2006年的時候 在阿瓜多爾 發現一種植物 把它拿回去研究 然後提煉成為 Dorado Arzu 其實坊間人們可能會以為 它是普通的雜草 但是其實它是薄荷 Dorado Arzu對我們的呼吸系統 都很有幫助 因為它有些安殊上的成份 比較近似 EquStoplix,薄荷等 所以在複芳精油中也有發揮相類似的作用 所以當你有複複度的不舒服 或者你覺得那一陣子的體力或者抵抗力比較弱的時候 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可以使用emul power 最後就說一下大家可以怎樣使用 當然可以用一瓶水一兩滴然後稀釋了就塗在所需的位置 其實就算你說兔子不舒服 我覺得都可以用emul power 一樣都是滴在肚瓷做按摩 我平時通常都會跟小朋友塗背部 或者你覺得需要和放鬆一起做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加入射鹽或者普通鹽 去做浸肉 為什麼我們要加鹽去做浸肉呢 其實因為精油和水是融合的 當你加入了鹽的時候 或者其實加糖加牛奶都可以 不過可能味道會差一點 它可以幫助精油分子 細粒一點融合在水裡面 當你浸的時候最容易吸收 而且不會有一層油浮在表面上 最後也可以選擇用來滴散的 不過滴散我就真的比較少 因為真的濃濃的咖哩味 所以我通常都是塗 其實塗完之後可能你那個禮拜 你那間房間那張皮 都會離慢著差不多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都是舒適的氣味來的 只不過近處的咖哩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大家應該要多些用電郵力 知道嗎? 拜拜 拜拜